我们简单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讲一下 现在可能大家开始关注到一些比较社会特别的现象 过去常常可能会有人好奇说 为什么有融资公司愿意把一台中股机车 市价可能才几千块愿意借到30万 然后汽车可能也剩十几万的这种破旧的中股汽车 可以借到可能八九十万一百万 那这很明显它的担保品的价值 并不足以担保它借款的本金 可是这些融资公司它们又不是智障 那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或理由 那我们理由后面我们可以从法律来 法律的观点来切入 那简单的去探讨一下 那只是说再特别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因为最近已经接 金管会他们已经有再密切注意 关于这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所以说在113年的4月1号开始 蛮多融资公司 比如说像育富、中租、敌和等等这种 关于机车的部分 从原本的最高30 它现在最多只能借你10万 而且审核的条件变得很严格 还有在汽车的部分 像现在他们内规颁布就是说 只能依照市价的120% 当然也是超过你的单保品的价值 但过去可能是以2.2倍到2.3倍去做估价 借款的估价 好那这样我们来开始简单讲一下法律的原因 第一点 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开一家公司 我并不能够随意把这公司拿去做借贷 那这个在公司法第15条就有做规定 那第二点呢 是一般人可能比较不知道的 就是说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里面 这是一个什么法律 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今天如果说假设我欠的钱太多了 比如说我是一个经商失败的 比如说我有欠卡债 可能卡债欠100万 或者是我信贷也借了200万 这种无担保的债务 就是他并没有担保的债务 可能我欠太多的时候 只要总额在1200万以下 我就可以跟法院去申请走更生程序 那我提出一个 我要怎么样去还这些债权的方案 在6年内呢 我只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偿还 法院也核准的话呢 最后这些债务都一笔勾销 那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说 蛮多的情况是 可能我假设我总共我欠了银行等等的债权 总共欠了三四百万 那最后我每个月我都有按照我的收入的 八成九成去还款 余额的八成九成还款之后 可能我总还款金额只有几十万 比如说20万到50万 看我的收入 那最后呢 我的债务可以一再一笔勾销 所以说蛮多人可能会走这样的方式去走更生 但是要特别注意是说 在更生的 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法条有特别说明 更生方案呢 它不及有担保债权 那在这边 它其实在实物上法院的判决是有争议的 那我们下面呢 我把比较对我们债务人比较不利的一个判决 我把它做一个截取 也就是说 今天呢 他已经有规定 在这个判决当中他提到说 他已经有规定说 我今天呢 我更生方案 他只急于没有担保的债权 就像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信用卡 信贷 这些都是没有担保 就单纯用你的信用去借款的 那像里面有提到说 像河迪啊 他这种汽车贷款 他是有汽车做担保品的 所以他并不会在免责的裁定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判决 比如说假设我 如果说我 机车我借了30万 然后呢 我卖了5000块 然后最后呢 还欠29万5000 这29万5000呢 不会免责 就是还是要缓 但是如果说像 刚刚我们提到的 如果说我今天 能够把这29万5000呢 也并进去 我所有的债务里面呢 那最后我六年还完就没事了 那所以说呢 为什么 今天很多融资公司 即使这个担保品没有价值 它还是要你去做担保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 法院呢 也有判决是采取 其他比较有利债务人的方式 那 我们可以主张呢 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 施行细则的第16条 第一项 那这个是有些对比较 债务人有利的判决里面会提到的 那这部分就不再特别做解释 那最后我们再来提到说 我看那个实物上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判决 它有点类似法官造法 它是一个士林地院 在111年度的 这个判决资料大家可以去查 一个蔡法官 她的判决的蛮白话 她内容是写说 比如像这些融资公司 他们可能因为种种的规范 比如说你借了汽机车贷款 虽然你们有约定法定利率 你们有约定每期的还款金额多少 然后最后算起来呢 可能你又扣掉开办费 贷办费等等的 保管费 账管费等等的 实际上的法定利率 实际上你收取的利率 可能高达40% 但是它到底符不符合 民法上206条的 就是以侨取豪夺的方式呢 去让你的债 就是你的债务 实际上债务的没拿到那么多钱 如果说我们 一律都以16%的一个利息以上呢 就算是无效 那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从111年开始 其实像这种机车袋 汽车袋的这种按量 增加非常多 那这种就属于新形态的一个 金融的一个 在有点像是目前还没有 专法去规范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他认为 如果说今天我们 一律把16%利率 法定利率以上的 视为无效的话呢 反而可能导致 更多需要钱的债务人呢 他可能去走 风险更高的 比如说下地下钱庄 这种非法的一些 更难控管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认为 这样的严格的限制 可能也不一定对 那他里面 他其实有点像法官造法 他认为在21%以内呢 不然你扣掉有的没这些 他觉得都还是在一个 合理的一个范围 那大家有空 我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不是单纯的用几行 就法规 就直接他又把 蛮多他的理由跟想法呢 写在他这个判决里面 那以上呢 是简单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